焦点要来关心到新北市新庄区在昨天晚上发生了一起凶杀命案 一名21岁的灵性男子因为不满朋友 跟自己同居的女友举动暧昧 双方是爆发了口角 进而演变成扭打冲突 最后灵性男子遭朋友持责跌刀刺伤 一旁女友见状赶紧报警 但男子送医之后仍然宣告不治 晚上6点多下班时间却发现公寓前来了许多警车 救护车也来了 原来这里发生凶杀案引发附近民众热议 案发现场就在19号晚间 新北市新庄区新庄路巷弄内的出租套房 21岁的灵性死者和女朋友在这里交往同居 两人好心让22岁也姓林的男子暂时住在这里 想不到死者看到两人有亲密暧昧举动 吃醋上前理论 途中爆发扭打冲突 借助的灵性男子突然掏出折叠刀 往死者身上刺 一旁女友吓傻了赶忙报警 但是男友送医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 灵性凶贤 两人产生口角 进而互殴 灵性凶贤净 折叠刀 刺向被害人 凶贤及腹部各三刀 灵性凶贤到案后 公称当时是被误会了自己没有和死者女朋友有暧昧举动 但一时情绪失控掏刀行凶 现在又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记者商务员林郊贤新北区采访报道 此外 请不吝点赞 刀 谢谢大家